有很大的貢獻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們 或是所有台灣的鄉親們 都能夠看到他們過去的努力 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藉這個 書尾典廠這個計劃 可以讓大家更認識 我們整個在台北客家鄉親們 來北部大批的這個歷程 那有些台北市 你們想要學客人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什麼反動的 可以讓他們來參與這些學習 好的 我們在台北市 因為我們在補助這個 課語不管是國中小 或是還有在社會人士的部分 我們有八十幾個班隊 在十二行政區都有 所以如果市民朋友們 大家有興趣來學習課語 那我們有非常多 不管是歌謠班 語言班 舞蹈班 都可以從這當中學到課語 同時了解客家文化 所以資訊要是從哪裡去 去收集 你要給自己資訊 可以上我們的 台北市客人會的網站 我們上面都有非常充分 而且完整的資訊 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 來和我們認識客家文化 好 謝謝 OK